Hello, 欢迎来到史丹利英语培训中心五年班 阅读理解Changes in Town 的教学 讲过很多次了, 做阅读理解先看题目再看文章 为什么呢?因为如果同学们你们先看文章的话 除非你的英语程度很好, 你当然可以先看文章 但是你先看文章就会出现一个情况 就是说第一, 你遇到不懂的字 你的脑袋马上就会发出一些讯号 告诉你, 我不懂 然后当你看完文章, 你再做题目的时候 你的脑袋只记住一件事, 我不懂 所以在考试的情况下是没什么用的 帮不到你 第二个情况就是, 你看完整篇文章 你的脑袋就会很忙 开始在理解那篇文章, 在想很多东西 到你再看到题目的时候 其实很多时候, 你有机会 因为这样而偏离了答案 因为你的脑袋看完整篇文章 已经在消化这篇文章 用很多力去消化这篇文章的时候 其实它会分薄了消化的问题 所以你有机会答的时候, 会来看 或者是答不清楚 所以先看问题 你要知道, 你要找答案 你首先要知道, 你的问题在哪里 所以在这篇文章, 我们先看一些问题 等我们的脑袋已经准备好, 准备好 然后我们知道, 我要找这类型的字眼 或者这样的答案 先看一次问题 第一题, When did Jake leave town? 好了, 我们去到五年班了 所有的question word 大家应该要非常熟悉 一看到when, 你的脑袋要立即有联想 就是说, 跟时间日期有关的何时 可以是年月日, 也可以是小时分钟 OK? 然后我们再看关键字 Leave his hometown 好了, 即是离开了那个hometown多久 他本身居住的城市多久 其实我们可以想想, 这些文章 Changes in town and when did Jake leave town? 其实你的脑袋就会立即有点联想 一定是可能是以年月去计算的 所以你一会儿看一篇文章 找答案的时候 脑袋要看一些年月的关键 去找你的答案 这样你的脑袋的思维 和你的逻辑会清晰很多 记住先看问题 第二题, What is added to the baseball stadium? Added是增加 Baseball stadium 是一个运动场 打Baseball的运动场 OK? 所以一会儿你去文章的时候 找回 again, 你要找关键字 和你的脑袋去到五年班 你要多做联想 Baseball stadium 你可以加些什么下去呢? 你想想, 逻辑上 What is added to the baseball stadium? 你不会突然间说 加了足球场 这些是不可能的 那你就想想 老袋其实要即时有些反应 就是说 可能会加了一些洗手间 加了一些设施 加了一些设备 例如可能是小食庭 甚至乎座位 观看台 你可以立刻做一些这样的联想 到时候你再找回文章 你就会很快 就会找到答案的了 第三题 Does Jake like the new baseball stadium? 好了 这里是说他喜不喜欢这一件事 所以文章可能会出现一些字眼 是表达一些情感的 例如是他很喜欢 他很反感 很喜爱 或者一些形容词 都可以表达到的 例如是他觉得这件事很方便 他觉得这件事很不方便 都能够表达到他喜不喜欢 这个新的Baseball stadium 好 第四题 Which area of Jake's hometown had the biggest changes? 通常这样问的问题 其实文章都会说 我这里有最大的改变 所以你就要注意 area 讲一些地点 可以是街道 可以是图书馆 因为hometown有的area 你老袋要立刻做联想 想一下可以出现些什么字眼 然后biggest changes 最大的改变 所以你看回文章的时候 要注意biggest changes 这些字眼 第五题 What happens after an area has been pedestrianized? 好了 这里很重要 这个字 生字 pedestrianized 先去查字典 看看为什么 严禁 用翻译软件 OK 说过无数次了 一定要用字典 红色的字 查完字典之后 最好用英英字典 再看看它的例句 如何应用这个字 这样 你才会应用到你的生字 如果不是 你用完一个翻译软件 你死背了中文是没用的 因为这样 你只会养成一个习惯 以后写文章 先想中文 再自己做这个翻译软件 译回英文 你的文章会出现很多文法上的错误 字的排列 有问题 甚至乎 你的读者不知你说什么 所以这个习惯要从小开始建立起来 如果不是你去到中学你的文章 只会乱七八糟 拿不到分的 OK What happens? 你先查了这字 其实之后你的脑袋就会知道 有时候你真的遇到 平日做练习 遇到生字不懂 要查字典 因为去到你现在 这个高年班 你不可能再靠邏輯推理 去猜一下答案 OK 虽然文章会有tips 有hints 给你 但是你自己都要 开始建立你的慈父 OK 第六题 What does Jake miss from the park? 好了 这里讲 miss 他最想念些什么 以及公园 那 again 公园你要做些联想 你会不会最想念公园的厕所 可能不会 会不会最想念公园的花园 公园的树 花草树木 动物 还是公园的停车场 你要想一下 什么是比较合理的答案 你的脑袋要即时有点联想 OK 第七题 How many new restaurants did Jake named? 这个很简单 How many 你去数一下 提过文章 提过多少个新餐厅 就可以了 比较简单 Which cuisine is Jake going to eat tonight? 好了 这一题 可能大家都会说 Cuisine 为什么呢? 但你看到eat 其实大家都可能 开始有点联想 他今晚吃什么 吃什么菜 吃 Cuisine 什么菜 日菜 Japanese Cuisine 中式菜 Chinese Cuisine OK 第九题 What did the pond turn into? 那你就要在文章里留意 pond 这个关键字 最后啦 第十题 What has changed in the area you live? 有时呢 在学校考试呢 他会呢 叫做考下你的 出一些open question 是问关于你自己的东西 跟文章无关的 所以呢 你见到这些问题呢 不要怕 你照样回答 但是要回答一些 你懂得串的字 懂得写的字 OK 不是真实的都不要紧要的 你最紧要是写得对 那个句子的排序 那个structure 写得对 OK 不要写一些 我想到一个很棒的答案 但你不会串 那其实等同于你没有答过这一题 OK 要注意了 问题呢 我们看完了 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篇文章 I have returned to my hometown of Wilson Creek after an absence of ten years 当你呢 看完问题再读文章的时候 其实你个脑突然之间你就开始 哪个读文章 我找到答案 叮叮叮叮 我也找到答案 OK 继继续读下去了 之后 所以很多东西 都已经改变了 在这里 they have now added a new stand where probably a few thousand people could sit it looks really great the biggest changes have taken place in the downtown area they have pedestrianized the center and you can't drive there anymore a european style fountain has been built and some benches have also been added along with a grassy area and a new street cafe my street looks just the same as it always has but a public library has been built in the next street along there used to be a great park there but they have cut down all the trees which is a pity the library now has a large screen the library now has a large green area in front of it but is not the same as when the park was there another improvement is the number of new restaurants that have opened in wilson creek a chinese and an italian restaurant have opened in the town center and a mexican restaurant has opened near my home which is where i'm going tonight 好文章 就读完了 那那äg。同学来努力尝试打 在这篇的阅读理解吧 看完的题目再策 不明白的刺 不懂文字 要去擦字典 今天靠用物音程就到了这 下次见 Does that mean ấn Sometime